大家好,欢迎收看金动说 咱们上一期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 我们对于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到底是如何定义的 咱们从数据方面,比如说从糖化血流蛋白 比如说从空腹血糖,比如说 咱们从OGTT来告诉大家 医生们是怎么判断一个人是否有糖尿病呢 尤其是二型糖尿病 那么说到糖尿病,我们肯定是逃不了说血糖的问题的 因此呢,在上一期结束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一期呢,要跟大家聊一下 How much glucose is in the blood 也就是我们的血液里面到底有多少的葡萄糖的某一个标准 在某一个时刻,某一个瞬间 咱们的血管里到底流淌着多少的葡萄糖 那么这一段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血糖的身高有两个因素 Elevation of blood glucose 那么有两个因素 大家看我这个标黄的啊 一个是exogenous,还有是endogenous 意思是一个是外源性的原因 一个是内源性的这个原因啊 那么大家要明白这两个 一个内,一个外 那么内呢,就比较好理解 就是我们的在bloodstream 也就是我们的血液里面流淌着的葡萄糖 那么一共它这里说有5到10克啊 这句话呢,说的非常的斩钉截铁 大家看一下啊 the amount of glucose in the bloodstream is carefully controlled 意思是说呢 我们血液里的葡萄糖的浓度啊 在我们的身体是非常精细的 carefully 非常精细的被控制的 controlled 然后呢,approximately 接近5到10克啊 5到10克 5到10克 at any given moment 这句话大家看到啊 at any given moment 也就是任何一个给定的瞬间 那么我们血液里所有的葡萄糖 加起来大概就是5到10克这么多 所以这句话 大家可以不用信我 但是很有必要去参考一下 这篇文献啊 那么depending upon the size of the person 也就是这个人的体型 体格大 体格小 那么在5到10克之间是这么浮动的 那么这5到10克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那么我呢 用这个版书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其实也很简单 那么咱们正常人的空腹血糖 咱们刚才看这个表啊 是这里 说的是我们正常人normal 那么我们正常人的空腹血糖在这里是 小于100 大家看这个单位啊 是毫克 每 deciliter deciliter是十分之一升的意思啊 那么大家看我的版书 我这里是这么写的 那么 你看 100mg 不然per deciliter 那么我们这里就看到100毫克每十分之一升 那么我把它换算一下 就是100毫克 下边呢 分母是0.1升啊 十分之一升 这是0.1升 那么把0.1放上来 那么就是每升有1000毫克 这个可以看清楚啊 这么换算过来 大家可以看清楚了 那么再往下 1000毫克等于多少呢 等于1克 所以呢 咱们整个这个单位啊 100毫克per deciliter 最后算出来是 每升血液里面 有1克的葡萄糖 那么咱们血浆里面 所含的油里的葡萄糖的总量 大概就是5乘以1 就大概是5克啊 大家可以看到 1克每升乘以5升 就是5克的葡萄糖 那么这个地方 我稍微强调了一下 咱们算的是serum 也就是咱们的血浆里的葡萄糖啊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 血液等于60%的血浆 加上40%的红细胞 那么在红细胞里面 还有一部分的葡萄糖啊 还有一部分的glucose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换算一下 那么也就是 我们血浆里的这个5克是血浆 血浆里的葡萄糖 那么换算一下 我们40%除以60% 就给比例算出来 3.3克 那么就3.3克 代表的是咱们红细胞里面的 这部分葡萄糖 所以呢 这个5克和这个3.3克 加起来大概就是8.3克啊 8.3克的葡萄糖 也就是咱们的血浆 加上咱们的血红细胞里面 一起的所有的葡萄糖 大概就是8.3克左右啊 那么因为咱们前面也说了 咱们人的体格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笼统的认为 我们正常人 血液里面所含的葡萄糖的总量 应该是5克到10克 那么大家在这儿一定要记清楚啊 我们在这儿说到的 所有的葡萄糖 是指了血浆里的葡萄糖 加上血红细胞里的葡萄糖 一共呢 是5加3.3等于8.3 笼统呢 认为是5到10克 一般不会超过10克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们所认为的 endogenous 内缘的葡萄糖 就是5到10克 那么大家看这段话的最后一句啊 Adding the glucose from the serum 也就是咱们的血浆 end red blood cells 就是咱们的血红细胞 那么一共totals about 5 to 10 也就是5到10克的glucose in the entire bloodstream 也就是在我们的血管里 流淌的所有的物质啊 包括血浆 包括红细胞 它们一共所含有的葡萄糖 大概就是5到10克 那么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 像这张表里面所示的啊 我们普通人 我们的空腹血糖 小于100毫克每十分之一升 那么算出来 我们的正常的血里面 所含的葡萄糖 一共也就是5到10克这么多 大家把5到10克这个数字记下来 那么我们下面再讲别的内容 就比较好理解啊 好了 我们这一集呢 给大家介绍了 我们的内源性的葡萄糖 就是咱们血里的葡萄糖 咱们下一集呢 来讲一讲 外源性的葡萄糖 就是有什么东西能够引起 咱们的血糖的升高啊 其实聪明的朋友们 都已经可以猜到了 好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